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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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目是我們從去年年底開始插獲的 為什麼會插獲這項目 其實是我們之前這一年多 我們星海工作室一直都在打工益創業的賽道 在這個過程中也接觸了很多優秀的廣澳創業青年 從他們的講述入面不僅是了解了他們的創業經歷 也聽到很多他們在灣區 甚至乎是在內地更多的城市裏面生活 和當地的群眾接觸的時候一些很溫暖的故事 所以當時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們星海一向都是做陰痕 所以我們今次把逐夢灣區青年雪這個項目 我們都是做足我們的優勢 就是用了抱怨商語去做陰痕的傳播 參與這個項目的團隊是87人 香港的同學青年 也有些已經畢業在香港上班 都在做我們的主播 香港的青年是佔了80%以上 其實逐夢灣區青年雪也是希望乘著香港玫瑰25周年 也採訪了25位香港優秀青年在內地灣區創新創業創造的故事 其實內容也是非常精彩 我們也邀請到香港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文先生 另外也有感動中國人物陳貝怡小姐 其實我們香港朋友聽了我們所製作的音頻節目之後 他們都沒有想過原來在大灣區可以有這麼多發展 例如從商務或商業發展 去到農業或扶貧工作 原來想不到我們香港青年都可以在這裏一一實現 所以他們聽完之後都說 都想來大灣區試試看 看 闖 感受一下 我之前是跟著拍攝版話 跟著都去跟著一些採訪 之前是跟了我是河先生 是楊聰集團的CFO 亦都是我們的師姐 他們都出來的 在採訪裡面有一句話 都是對我好好的感觸 他說 你那天埋忘是因為你未開始做 你開始做了之後你就不會那天埋忘 因為對我來說 我現在都是有從業的心 所以這句話都是給我一劑強心劑 在接下來的這一段時間 我們亦都想帶著我們的港項台青年 我們去到山村 去到鄉村裏面 跟村民的小學和兒童去接觸 亦都想將我們聲許的聲音去帶給他們 因為我們的音頻其實不單止是在境內來戰線傳播 我們最希望是想將我們的音頻 在其他境內的國家進行落地 因為今年我們知道是有幾個重要的節點 首先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還有就是我們大灣區的發展規劃 實施三周年 我們就覺得這個項目不單止是對我們自己團隊很有意義 對於灣區的青年融合 可能亦都會有一定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